第508集 界域之地到底是什么地方 方平心中狂吼 甚至都想穿过界壁直接进去了 可当他靠近界壁的那一刻 方平感受到了强烈的危机 迅速压下了这些念头 界壁的攻击还是存在的 他无法进入 一座宝山就在自己面前 却是渴望不可及 只能眼睁睁看着 这种折磨 简直比之前成骷髅还要痛苦 方平低声嘶吼 老子好想进去扫荡啊 方平是钻心地痛苦 可进不去 他也没办法 只能在外围盘膝座下 开始疯狂修炼起来 用液化的能量修炼 虽然现在从界壁传来的能量 要稀薄一些 可以接近液化了 这种能量透体的感觉 让方平爽得无以复加 难怪 难怪这边的高品 妖兽妖指很多 这种情况要是经常出现 那一天修炼下来 恐怕顶得上 外界的几年了 在这处没有能量的地方 之前方平还在疑惑 这些妖兽是不是从近济海来的 现在 他知道了 真的是封进之界的土著生物 王金阳看了片刻 也不再犹豫 盘膝座下开始修炼 张青南和另外一位六品舞者 也被他放在了一旁 这些人虽然昏迷了 可这种液化的能量冲击 也是有好处的 舞者到了他们这境界 天地之桥 本就在自动吸收能量 王金阳没再管这个 他之前才突破到了五品巅峰 暂时还没开始 三郊之门的定位和具现 可现在 王金阳觉得 自己也许可以考虑一下 进入六品境了 三郊之门的定位和具现 和能量的关系不是太大 可处于这种环境下 舞者更容易感应到 三郊之门所在 虽然进不去 可趁着机会 也许可以迅速进入六品境 至于戒狱之地的 妖兽妖职 这些妖兽妖职 此刻都纷纷赶往戒壁附近 所有妖兽妖职 此刻哪怕平日厮杀再多 也没有妖族 在这时候动手 能量潮汐几个月才来一次 这也是她们唯一修炼的机会 能量潮汐日 也是她们的和平日 此刻 大家彼此都在修炼 也没有妖族有心思管别人如何 就在方平他们在疯狂修炼的同时 禁忌海边远 秦凤卿两人赶了两三天的路 这才抵达了禁忌海之流 看着面前这条小河流 秦凤卿砸了几十次石头 一点动静都没有 忍不住道 铁头 不是说这里危险无比吗 怎么一点动静都没啊 李寒松摇摇头 我怎么知道 那过河吗 李寒松见秦凤卿嘴上这么说着 人都开始往河边走了 不由无语 小声道 小心点 要是飞到河中间 冒出头高品妖狮 怎么就完了 秦凤卿想了想 忽然搬起一块巨大的石头 一下子砸到了湖中 湖中依旧安静一片 秦凤卿耸耕尖道 高品的被咱们这么挑衅 还不对我们出手 那耐心也太好了吧 我看水底下就没有妖兽 好象也是 两人对禁忌海也不是太熟悉 可动静都闹这么大了 一点反应都没 有妖兽存在的可能性不大 见状 两人也不再犹豫 往对面飞去 而就在两人飞到河对岸的同时 禁忌海之流 看不到水底的水底下 刚刚秦凤卿砸出的一块石头 正落在一头 巨大无比的海中妖兽头上 而此时此刻 这头妖兽没心思管上方的两只小蚂蚁 表面平静的禁忌海 此时水面下 泛起一阵阵金色水流 这些金色水流 不知道从何处流出 此刻流入了禁忌海中 小小的支流 此刻水底下汇聚了超过百只水中妖兽 最弱的也是七品 强大的都是九品 此时此刻 这些妖兽都贪婪地疯狂吸收那些流出的金色物质 数月一次的金色物质流淌 才是他们汇聚此地的根本原因 禁忌海广袤无边 小小的支流 九品一大把 这是不可想象的 可在很多界域之地附近 都有这样的支流 都有大量的九品妖兽 这些妖兽等待的就是这样的机会 金色物质流淌的时刻 只要不是高品妖兽 或者人类在他们头顶飞行 这些妖兽才懒得搭理 平时闲得没事干 水底下的东西被吃完了 拖点东西吃吃罢了 现在有更好吃的 谁会吃那些小蚂蚁 至于秦凤卿砸了几十块石头下去 砸中了四五头妖兽 也没妖再也 轻飘飘的 没感觉 有那个时间去吃那俩蚂蚁 还不如无事 飞到河对岸的秦凤卿 可不知道这些 飞过了禁忌海之流 秦凤卿回头看了一眼 咕弄道 白担心 这也太好过了吧 李寒松也是一脸茫然 他都做好了有妖兽突袭 疯狂跑路的准备了 结果 啥情况没有 等看到前方的森林 秦凤卿警惕等 这是死亡之森 很危险呢 他听蒋胖子大概说过一点东西 过了河好像就是死亡之森 反正很危险 具体怎么危险 蒋胖子不知道 死胖子说禁忌海之森 危险万分 比死亡之森还危险 可现在之森一点事没有 死亡之森真的有危险 秦凤卿有些怀疑 讲超的话 逗我呢 哎呦 这里的能量好浓郁啊 秦凤卿有些贪婪的 吸收着一散来的能量 喜气洋洋道 到地方了 果然能量浓郁啊 此刻一旁的李寒松 确实没开口 而是盯着头顶上方看 秦凤卿说了几句 见他不吭声 侧头看了他一眼 见他盯着头顶上方看 也抬头看去 头顶 没有东西 他空中前方 隐隐约约好像有一座宫廷 建筑浮现 秦凤卿看了一眼 咽了咽口水 惊讶到 介于之地的遗迹 不知道 刚刚在河对面 什么都没看到 一进来就有了 李寒松也很意外 奇怪的 就距离千米 是刚刚才出现的 还是在对面看不到 我哪知道 秦凤卿对此地 也是一只半截 并不清楚 晋济海上沟 密布空间裂缝 从对面看介于之地 几乎什么都看不到 空间处于混乱之中 看到远处露出一角的宫廷 秦凤卿激动道 别看了 走 去看看是不是宝物 李寒松文言 跟着往前走去 路过死亡之森 安静无比 这里仿佛没有任何生命存在 两人一开始小心谨慎地走着 接着就开始跑了 哪怕开始奔跑 也没有任何妖兽妖职出现 秦凤卿这下子彻底放心了 死胖子果然知道的不多 什么危险 危险个屁 啥都没有 连只老鼠都没有 一路跑着跑着 等跑出了死亡之森 秦凤卿盯着远处空中浮现的建筑 震撼道 这 这是天庭吗 无边无际的雄伟建筑 在空中漂浮着 蔓延不止几千里 两人和方平两人并非在一地 他们走的是近济海边缘 距离方平那边还有近白里远 此刻 两人也没心思管方平他们在哪了 秦凤卿两人 都盯着远处空中的建筑发呆 发呆了片刻 秦凤卿感受到了李寒松拉着他 难难道 干嘛提到 这次不后悔我带你来这了吧 咱们要发财了 老前 李寒松都有些打冷战 说话都有些颤抖 甚至不敢说话 声音低不可闻 再次拉了拉秦凤卿 见他好像要开口 李寒松一下子捂住了他的嘴巴 伸手朝远处指了指 刚刚两人一直在看天空 被天空的雄伟建筑吸引了注意力 可此刻 李寒松 指着平行的前方 身体在站立 秦凤卿也顺着手指方向看去 接着 开始瑟瑟发抖 妈呀 吓死爹了 此地 并无残破古城 只有一些乱七八糟的碎石 前方也没什么遮挡 而就在距离他们大概三四千米的地方 地下 每隔上千米 就有一头巨大的妖手或者妖直 在趴伏修炼 有多少 秦凤卿一眼扫过 视线所在 他能看到的大概有七八千米范围 接近十头妖兽妖直 而这 并非全部 在视野模糊的区域 也能看到一些参天的妖直 或者巨大无比的妖狩 秦凤卿咽了一下口水 有些颤抖 这 妖狩妖直开会 好多好多 他之前因为连续过了 禁忌海和死亡之森 以为此地什么都没有的 谁知道 妖兽妖直都在这边 太可怕了 铁头 这 怎么办 秦凤卿语气都结巴了 不怕死 不代表找死 这么多高品妖兽 绝对都是高品 他确定 自己不会认错 这要是被发现了 那就死定了呀 李寒松也是紧张无比 接着忽然挠了挠头道 这 这地方 我怎么感觉有点熟悉 这时候 李寒松看这些妖狩的同时 也不免看到了那些漂浮的宫廷 有些狐疑道 老前 这里 我好像 好像来过 都已经准备跑路的秦凤卿 闻言瞬间停下了脚步 再次咽起了口水道 你来过 你还是第一次来这儿 难道说 李寒松难难道 天庭吗 这 这里是我征备将军府吗 他看着面前一座仿佛单独存在的府邸 有些茫然 这地方 他真的感觉有些熟悉 当然 他确定自己没来过 也没见过这些 可就是觉得熟悉 联想到方平跟他说的那些 难道 他现在看到的 是征北大将军的府邸 征北将军府 秦凤卿都快惊呆了 别逗我 这里难道 甚是天庭 这是李寒松的老家 不对 李寒松忽然皱眉 低声道 不太想 我感觉 感觉我可能来过 但这里不是我家 秦凤卿茫然地看着他 你又怎么判断出来的 还有 这里不是你家 那是谁家 不对 这里本就不是你家 你小子说是你的 就是你的 就在秦凤卿狐疑的时候 李寒松忽然一语般道 我 我猜 这会不会是 征南将军府 老姚的府邸 这是天南 这也是天南地窟的南方 都在南边 也许这是老姚的家 为钱来过也不一定 那征北将军府 难道在北边 说话的时候 李寒松朝北方看去 北方 也就是御海山那头 难道说 他的府邸在北方 天庭在地窟吗 那征南将军 征战的 难道是南方击击海 征北将军 征战的是北方的禁区 那到底是征南将军厉害 还是征北将军厉害 禁忌海好像比禁区还危险 难道说 他李寒松上辈子没有摇成军墙 这一刻 李寒松脑海中 浮现出这些诡异至极的念头 征南征北将军 肯定都很厉害 那有没有征西征东将军 要是有 好像不怎么样 征战旁边的小玉吗 这实力好像不行啊 对了 这里是南御 会不会 这不是天庭 干脆就是一座 征南将军府 那岂不是说 这里全部都是 姚成军的老家 李寒松再度升起 无数疑惑 接着 有些茫然道 老姚的家 咱们要不要去 秦凤卿无语 秦凤卿都想开骂了 合着 你都给分配好了 一会儿你家 一会儿姚成军的家 为什么就不是我家 懒得搭理这家伙 秦凤卿小心翼翼地 看了一眼前方的那些妖兽 忽然宁没到 铁头 你看那些妖兽 是不是在修炼 啊 好像那堵透明墙 有能量渗透出来 封禁之剑 这时候的秦凤卿清醒了 迅速判断道 这是封禁之剑 他们没办法进去 铁头 你说这里不是你家 就是老姚家 那这封禁之剑 说不定就是 你们弄的防盗门 你自己家的防盗门 你有钥匙吗 李寒松口脑道 未必是我家呀 我感觉是老姚家 就算有钥匙 老姚还能把钥匙给我 要不咱们去北边看看 也许那边才是我家 我去开门看看 这下 此刻是真的想去开门试试 防盗门 也许真是他自己弄的呢 开了防盗门 开了防盗门 回老家看看 也许老家还有好东西在那 秦凤卿闻言小声道 要不你在这开门试试 反正你不是说你可能来过吗 也许当年 你偷了老姚家的钥匙呢 我不是那种人 李寒松不满 我怎么会干那种事 那说不定你俩关系好 他给你腰匙了呢 这倒也是 李寒松想了想 忽然摇头道 不行 门口这么多开门高 我不敢去 到处都是妖兽妖职 他真不敢去 现在他都想走了 秦凤卿撇嘴 咕弄道 你看那 那些妖兽妖职 一动不动 而且那边能量好浓郁 都 都快笔得上能量精华了 两头妖松还有空隙呢 距离上千米 铁头 要不咱们悄悄地 贴过去看看 说不定就直接 开门进去吧 这 咱们一路走来 什么危险没遇到过 要不这样 秦凤卿咬牙道 老子吃点亏 去引走一头妖兽 你去开门试试 回头开好门了 我再回来 李寒松都惊呆了 这家伙 真的不怕死啊 这家伙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家伙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